Odia Jungle Odia Jungle 人妖妻,春晚让人印象深刻的老面孔 逢拱连续三十亿年坚守春晚一线 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过年了 每年除夕夜一家人坐在一起 看春晚已经成了必做的事情 今年的春晚会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呢 每年的春晚都会出现一些老面孔 今年你希望看到谁呢 首先来说说已经连续上春晚三十亿年的缝狗 他从1986年开始上春晚去2017年 中间没有断过一次 要说春晚总共才办了三十四年 他一个人就上了三十一一次 所以论春晚露脸最多的非逢宫莫属 作为春晚的招牌上升演员 今年你是不是也很期待看到他呢 提起本山大叔 他曾经也是春晚的金字招牌 如果不是身体豹养 估计每年的春晚都会看到他 赵本山从1990年登上春晚舞台 2011年后就退出春晚舞台 在这22年时间里只有1994年没上春晚 如今60岁的赵本山已经满头白发 估计是上不了春晚了 对比之下和他同龄的疯狂 估计还能在春晚多录计刺脸 说起龚汉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曾经也是春晚的金字招牌 从1990年登上春晚 连续20年没减断过 后来不上春晚的原因 一半是因为和导演闹呆 小表妹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搭档赵立荣的趣事 让他一时间很难找到合作 那么默契的搭档 所以待了几年后 也就觉得没意思了 现在不上春晚的龚汉林 靠拍戏维持生活 你希望2018春晚看到他吗 蔡宁也算是春晚的元老级人物 从1991年上春晚到现在 已经上春晚24次 今年蔡宁上春晚已经适时垂了 从30岁到57岁 蔡宁也算是把自己最好的时光显给舞台 你期待看到他的春晚作品吗 郭东霖是一个长相破具性感的小品贱相声演员 在小表妹影像中 他也是春晚的老面孔 他先后也在春晚露脸20次 去年的春晚他缺席了 今年的春晚只说他有机会在春晚露脸 你希望他奖项上还饰演小品呢 牛力和郭东霖是最经典的搭档 不过他在春晚露脸的次数只有8次 从2014年后就没有再上春晚舞台了 估计接下来也很难有机会再上春晚 如果你有机会给牛力投一票 你支持他重回春晚舞台吗 牛群是冯孔的老搭档 从1987年到2007年 先后上了14次春晚 多年未见 如果能够看到他在和冯孔搭档 那该是多好的事情 作为曾经相声界的老大 他已经离开舞台11年 如今69岁的他 估计也没有精力再折腾了 宋丹丹在春晚露脸的次数虽然不多 但是每部小品都被称之为经典 对于宋丹丹为何在2008年后就不再上春晚 网上流传一种说法 使宋丹丹本人觉得上春晚压力太大 就算春晚邀请也会拒绝 除非春晚拘留他 给他探刑 不然他是不会再上春晚的 如此看来上春晚的压力真的很大 如果宋丹丹能再上春晚那是最好的 不愿意也不用抢求就是了 春晚的老面孔很多 你还知道哪些人呢 欢迎